被崔永元爆料签出来的人上了追逃名单,6月6日晚上7点整一份公告摔了屏,这份公告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赏工作办公室,关于部分外逃人员有关线索的公告,共公布了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监济犯罪的外逃人员的线索,其中包括快禄集团原董事长施建祥,不知道快禄集团, 那坏一种表述在出事前,他对外的身份是联合国和平大使美中文化交流特使建桥大学终身荣誉院士,诺贝尔商学院博士,客座教授国际著名电影制片人,中国著名电影投资人,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荣誉教授,一问三总制片人,大轰炸总制片人,敢死对私中方总制片人, 2015东方卫视,春晚总策划,总导演护商首善上海快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没错就是这个人,上了追逃名单夜问三背后的金主施建祥,排在第31位公告,披露施建祥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 310-223-1964-0927-2817,香港居民身份证号M334542,A快禄集团原董事长,涉嫌集资诈骗罪 2016年3月7日,外逃至美国外逃所持证照,H6015127800,目前可能居住地,Valley Boulevard Alhambra, Car, The United States 提到施建祥不得不说一下,涅问三该片,由施建祥任总制片人,叶伟信指导黄板明兼支援和平任动作指导J子丹,张静,熊带领, 谭妙文领衔主演泰森特别演出杨子担任宣发人北京大荧幕总发行,北京星美影视联合发行火传媒联合宣发,四海发行联盟联合发行,2016年3月4日,这部号称单日票房最高华与功夫片,的电影上映之后,票房一路走高上映16小时,票房破亿元上映89小时破5亿元但质疑不断, 比如网上曝出幽灵票现象及午夜场等冷门时段电影票受庆,甚至部分电影票价格反常高达203元结果,国家广电总局要求严查,最终认定,夜问三确实存在非正常时间虚假排场的现象,查时的场次有7600余场,涉及票房3200万元,就因为夜问三票房造假的事,快乐集团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格, 风口浪尖,快乐集团,已不愿聚名的内部员工,此前对时代周报透露,快乐集团最终目的是为了将票房净收入,装入上市公司票房越高,愿是能带动上市公司股价拍升快乐集团互联网,加电影加金融的模式,其实就是用票房换股价外逃闲,获得了中国社会责任特别荣誉奖。 得结合本次公告来看,中央纪委的这份公告,提到施建祥跑到美国的时间是,在2016年3月7日也就是说,夜问三上映没几天他就跑到了美国。 一个后续事业问三引发了快乐集团旗下理财平台一系列的对付危机,2016年4月5日澎湃新闻报道施建祥已因病辞职,快乐集团新闻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从今年2016年春节开始施建祥几乎没合过眼,身体已经出现极大透支,如果处理公司事务身体实在支撑不了,所以公司管理层决议,由徐奇代替施建祥担任董事局主席施主席,为人好大喜功,铺张浪费,开一个会就能花出去200多万元,这次辞职对公司兑付,也算是积极影响。 快乐集团一名员工,此前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极具讽刺的是,就在施建祥外逃的前几个月,他还荣获了2015年度中国社会责任特别荣誉奖。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12月22日,2015,中国社会责任公益盛典在北京举办,施建祥荣获了上述奖项,他说社会责任,对于每个中国人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家, 确实非常重要责任和担当,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更是同步的作为电影投资者,如何投一部电影,这也是很重要的在投资电影的过程中。 如何把中国投资的电影,打造成中国电影中国人的电影,和中国人民的电影,更是一份社会责任据报道。 他还曾经在家乡长星岛,举办签翠宴率领快,陆集团高管级员工,给老人半年献红包,邀请岛上老人去一起吃年夜饭,看演出,并在宴会上捐出一百万元。 作为关怀老人的专款,和崔永元爆料签出来的人正之圈,还得带着大家吃一下最近娱乐圈的瓜。 崔永元最近不断爆料,据火星试验室报道,崔永元在接受新浪娱乐采访时表示, 此前接受火星试验室采访时,透露的获取天价片酬的一个团伙是电影大轰炸的总制片人,快乐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施建祥,在电影中出演并担任电影宣发的杨子等人公开信息显示,施建祥曾以总制片人身份公开表示大轰炸, 施建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作该片,施资三亿,宣发一亿,而且尚不封顶,只是没等到大轰炸上映,就有媒体传出其被通缉的消息。 当时媒体称,根据上海公安经侦在4月8日公布的消息,国际刑警组织,是在2017年1月9日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次则是中央纪委发布的通缉令。 说回叶问三当时在片子要上映前,施建祥还曾在微博上发布相关演片的消息,正之前注意到在新闻报道中,施建祥也曾与崔永元同框。 值得一提的,是被施建祥称为好友的崔永元,曾在新锐导演计划的感谢名单中提到施建祥。 当时施建祥是崔永元感谢的朋友们之一,混在娱乐圈施建祥跟圈里人的关系,其实不错。 据齐鲁晚报报道,2015年9月23日晚上,施建祥在上海虹桥宾馆,庆祝他和一双儿女三人共同的生日。 狼贤平,范冰冰,刘德华等各路明星和嘉宾通过视频,为他庆生在新闻稿中,他的头衔便包括叶问三和大轰炸总制片人。 说回叶问三,我是3月20号左右来的美国治病,因为我的心脏一直不是很好。 2016年7月施建祥曾接受了腾讯娱乐的岳阳采访,在记者提到叶问三票房注水的事情时施建祥说,我会为叶问三,平反我证据,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但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才会把它公布出来,不过想要平反得先回国吧。 资料腾讯娱乐,新华网,徐鲁晚报等。